老铁哥好啊 今天是2021年2月8号啊 看看游亚军大队在这等着我呢 等着我给他打冰眼喝水呢 今天又冬挺厚 冬天马挺冷啊 咱现在给他刨开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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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别舔手机呀 完了 让我让老牛把手机给舔脏 我查查啊 这也不行啊 朋友们 跑两下冰眼嘛 挤我呀 我怕再给我碰了 得了 先让他们喝着吧 虽然小一点啊 这是其中的一小丢丢 过来喝水的了 先给它刨个眼儿先喝吧 昨天晚上能冻啊 三四厘米那么厚吧 没多厚 看这冰刨多长时间了 刨这么多冰了 看看我家牛在喝水 像这种薄饼吧 用斧着刨是最快的 一刨一片一片的 二字八号今天是 我还在放屋呢 这几个牛吧 昨天下午没喝水 就喝了一半水昨天 今天早上就过来了 现在刚11点啊 晚上再给它喝一遍 看看这牛肚子是不是也溜骨了 还有牛没喝呢 过来一半没到呢 现在喝了得有接近十分钟了 还没喝完 因为这冰眼不是太大啊 只能刨这么多 因为它不让我刨 只是拱啊 我怕给我刨了 刨我一下这大过年的 祖师有点犯不脏啊 那老疼了 现在这么喝呢 等它全喝完了 我再给它扩大一下 然后再把里面的冰冰 敲给它捞出来啊 因为这没喝几个牛 能喝十四五个吧 还有二十个 总要没喝的呢 奥棚嘛 牛在后面的啊 这是行面地瓜的 谁也干不过啊 只能等别人就喝完它来喝 之前就冰眼嘛 得有个八九米长 但是现在吧 就是来回掌潮落潮 把这个冰眼弄得 能有十五米长了 一会儿也就能喝五六个人牛上下 这两天气温现在回升了 但是晚上的气温还是很低的 所以在零下八九度十度左右 晚上的气温 白天能达到零度左右 这是我刚跑完的 给牛喝水的冰眼啊 这里面的水是走六水 看着没 一直在走六 这个水吧 是清澈见底的啊 特别干净 这是太子河 辽宁三大河 辽河 红河 太子河 那边那个大虫过来喝水了 看着没 我刚给他把冰捞干净 大虫来了 尝尝 我这来呢 喝水他们都是陆陆续续的啊 他没有 所以一下子全来了啊 因为现在放木了 只有我自己在放 没有陪着架了 所以说每天都得我刨 然后只有我家牛在喝 一天给他喝两面 因为这个天气越来越暖和 喝吧 看看我家大虫啊 呱呱就是河 哎呀不嫌冷啊 我家这牛也来了 这牛快生了 这牛还有不到两月就下毒了啊 这牛 怕下毒正是冲的花开 天气暖的那时候 这水不凉吗 难道呱呱就是渴呀 真狠啊 刚给牛打的完事 一看中午了 我也该回家吃饭了 经常有人给我发誓问我说 欢歌你在野外怎么放牛啊 难道哥推走吗 给你们看看啊 这也是我的代步车啊 我平时就开他放牛 开骨灯 搞到底点牛熬熬干 不说了不说了 我妈喊我回家吃饭了 干就完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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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